亞洲第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 病人自主權利法在今年1月6號正式施行 在特別市衛生局的積極推廣之下 現在有14家醫院提供玉立醫療諮詢服務 截至今年11月底止 全國簽署玉立醫療決定人數有1116人 而台北市醫院簽署的人數已經達到3493人 在各縣市簽署數中位居第一 並且以女性與年長者個案居多 一個是預防自己受苦 那當然就是做玉立醫療照護治傷 跟簽下來玉立醫療決定 可是最重要它另外一個目的 是預防家人受苦 衛福部已經在11月19號 預告11項疾病以及臨床條件 包括多發性系統萎縮症 求新式肌肉失氧症等等 未來也將有更多疾病 納入執行的條件範圍 讓更多病患可以自主選擇 醫療決策以及照顧方式 記者三段話 採訪報道